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语用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纲 第一个是重点提示 第二个是单元定位 第三个是课程内容 第四个是总结重点 第五个是原生阅读 第六个是资料来源 首先我们看一下重点提示 什么是语用学呢 语用学底下有哪些概念 第三个就是这些概念 跟语言学习软体有何关系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单元的定位 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单元 也就是在语言学型理论里面 是最后一个叫做语用学 那我们之前有学过的是语音学 第二个是构词学 第三个是语法学 第四个是语意学 第五个是篇章语言学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语用学 那语用学它里面会牵扯到 还有它的概念 那我们之后会一一来讲解 那这个课程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pragmatic这个语用学 其实它是研究语言 还有它的使用者 还有语言情境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如何利用语言去进行交际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同一句话 你可能因为情境的不同 还有跟谁说话 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举例来说 我问朋友现在几点了 我真的在问他时间 现在是几点了 可是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已经很晚了 那先生还没有回家 那先生一进门的时候 太太就问现在几点了 那这个意思呢 绝对不是在问时间 而是在谴责 先生怎么那么晚才回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splectio 所谓的语言行为理论 它主要就是借由语言去达到目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底下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 Locutionelle art 它就是纯粹只有借由语言 去表达你的行为 那这里的行为 我们可以解释你的目的 那第一个Locutionelle art 它是非常中性的 它用语言来表达 我很渴 然后它会慢慢的每个阶段 一直达到它的目的 比如说 Locutionelle art 它就是这个意涵行为 它指的是用语言来表达目的 比如说我同样一句话 我很渴 那我这里要表达的目的就是 我想喝水 那Locutionelle art 更进阶了 它又语言呢 而达到一些语言以外的效果 比如说 我说我很渴 那其实呢 有人帮我倒了杯水来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所以它呢 就是说我很渴 那别人到杯水来 达到了这个语言以外的效果 那我们就要做 Locutionelle art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天气好冷 那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Locutionelle art 你纯粹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 天气好冷 我们看一下进阶 就是我说天气好冷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就是我很冷 那我们看一下 Locutionelle art 指的就是语言去表达 以便达到语言以外的效果 比如说我说天气好冷 那有人去关窗户 这个就是语言以外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跟学习软体的关系 那跟学习软体的关系呢 这部分呢 因为牵扯到这个语言 它是超越它语言所能表达的表面的 层面的意思 就等于说言外之意 所以很少用在电脑上 那日后呢用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机器学习 说明可以解读语言以外的意思 那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符号跟符号的关系 比如说构词学与法学 那符号跟语言的关系叫做语意学 那符号跟使用者的关系呢 就是用符号 因为跟使用者的不同 跟情境的不同而达到不同的意义 那符号跟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叫做语用学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重点 总结重点 对不起再来一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结重点 那我们这里有写的是 Splake up theory 语言行为理论 Logucionella app 语言行为 Logucionella app 语言行为 Logucionella app 意涵行为 Logucionella app 目的效果 我们来解释一下Splake up theory 它就是语言行为理论 它就是如何借由语言而达到目的 Logucionella app 就是纯粹的用语言来表达行为 Logucionella app 就是借由语言而达到它的目的 Logucionella app 就是借由语言而达到它的目的 Logucionella app 就是借由语言而达到语言以外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延传阅读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语言学导论 张文轩跟李静之书林出版社的1999年 他的第十一章是语艺学跟语用学 那第十二章是外语分析法 那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吴云跟朱小平的语用学理论 与外语教学 然后再过来可以参考一下吴又熙的应用语言学理论 跟他在外语教学上的功能研究 那我们看一下资料的来源 跟朱小平的语言 感谢观看